我在看那个什么李嘉芬那个什么母语回家学那个东西 而且有看到那个民进党在批评李嘉芬 他所说的话母语回家学 我非常我一定要播这个东西 而且我现在是没有准备好的 而讲这个事情 因为我在查那个什么和庭环的那个东西 就看到这个李嘉芬的事情了 所以他讲到母语 应该回家学 所以我没有看完可是 所以现在民进党正在批评那个和家 批评李嘉芬 母语不重要 只是认为在课堂上应该要聚焦在中英语教学 绝对没有提示 对啊 我觉得学母语真的很浪费职员 只认为学没有闽南话回台湾话 真的是回家学就好了 为什么要在学校学正是那些语言 像在新加坡我们学的是英语和中文 英语是我们的族语 中文是我们的 我们可以选择读 或者不要选择读 而可以在新加坡很少人学那个什么闽南语 或者是他们的福建话或者其他的话 学校根本没有必要是要学闽南语的或者是福建话或者是其他的国话的 根本都不需要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像中文和英文在世界上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有做生意的话 如果你要去外国上班的话 这两个语言是非常的重要的 真本都没有人在 必须在学校学正中语 简直是浪费资源 对啊 真的有啊 为什么民进党在说什么废话 说 呃 什么 呃 这样的政策会 呃 消灭母语 翻屁 回家学就行了吗 我爸爸妈妈不是讲福建话的 只是我不讲可以吗 那又怎么样呢 再看看 不要想要消灭台湾的母语 不要想要 消灭台湾母语 我们原住民族是绝对 不要走回头路的 连生谴责民进党中央召开记者会 走来 我也跟你讲 我也以为民进党 呃 那个什么 呃 是很潮流的 很清美的 为什么不可以把英语 学英语呢 还有学中 中文呢 你学什么民族话 台湾 你简直是浪费时间 浪费资源嘛 根本没有必要学这些的 还有什么客家话这些的 台语 客语和原住民语言代表 客语 客语 李嘉芬提出母语回家学 在学校教母语浪费资源 应该着重中英语教学 一番言论 爱拼其次 不应该把母语跟外语 对立起来 而误认为我们必须 在母语跟外语之间 必须做出一个二者一的选择 其实不知李嘉芬 韩国语去年就曾提出母语回家学 我跟你讲 如果你 你学很多语言 你头脑会站起来 你知道吗 现在 马来西亚 那些华人多么受苦 要学马来语 要学华语 要学英语 他们讲到有些语言都不上不适 有些只会讲马来语 而不会讲英语 也不会讲中文 也是有的这种事情 其实 学你们的台湾语 是非常的奈飞之言 而且给学生很多的压力 学英语和中文就够了 根本都不会学这三个语言的 不需要 就这么学一些比较有用语言 比如说很多人都学法语啊 你学那个台湾语干嘛 越来越难料都会讲的对吗 不是吗 口径一致 面对民进党炮火猛攻 韩国瑜进办找来 新住民立委回籍其事说 我们知道 我们很多新住民妈妈 都很想要把自己的 原生母国的语言 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母语不重要 沾酱油式的学习才是效果不张 而我们认为说呢 是在家中 在环境中 例如跟父母 从生活中学习 才是最有效果的 而在学校呢 应该是把资源集中语 是啊 在那个谁啊 这个有 我忘记他了 没有这样忘记吧 和 庭 欢 对啊 母语应该在家里学就够了嘛 像爷爷娘来 妈妈爸爸都可以跟你讲母语嘛 根本都不需要在学校学的 就是一些比较有国际竞争力的语言 韩拜重申没有歧视问题 教育政策着重提升孩子竞争力 母语外语教学如何兼容并蓄 考验候选人 就这样我觉得不应该学你们的台湾语 在学校正身浪费钱浪费资源浪费学生的头脑很多压力 也不需要学其他的语言 比如说因为很多越南人移民来到台湾了嘛 要学越南语 根本都可以在家里学的不是吗 学什么越南语对吗 英语和中文 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了 一定要学这两样 其他语言可以在家里学 能在家里学就在家里学 根本都不需要浪费资源的 这个民进党真的是 不懂怎么讲他们 真的是无力取闹 民进党你们太可笑了 这种事也好来提 再用下来 解决 空 2 5 7 1 2 2 3 1 7